斯托尔父亲接盘印度力量F1车队由维连姆斯、F1车手兰斯·斯托尔的父亲劳伦斯·斯托尔为首的财团,正在接手陷入财务困境的印度力量F1车队,在F1匈牙利战前,伦敦高等法院宣布印度力量F1车队进入破产管理程序财政托管。 据说劳伦斯·斯托尔牵头的财团得到了印度力量F1车队管理团队的支持,车队已经与财政托管管理者达成协议,车队将继续参加本赛季的比赛,并且车队全体成员的职位将得到保留,印度力量车队的所有债权人将收到欠款,并且财团将持续向车队注入充足资金。 车队COO托马沙夫奈尔对此表示,这确保了印度力量F1车队的未来,我们因此能够继续全力投入比赛,能够得到投资者的支持,我们为此感到高兴。 财政托管管理者杰夫罗利·Jeff Rowley表示,所有债权人都将获得欠款,所有的职位都将保留下来,车队也将获得充足资金。 预计在未来两到三周,车队将脱离脱产保护程序,从而获得更多资金。 印度力量F1车队目前在车队积分榜中名列第六,位于哈斯之后,麦凯伦之前,请关注F1载车播报,获取更多载车资讯景。 谢谢大家!